他對蘇聯來 他對日本來 他對外人來 他對非日本來 不管他們是從哪裡來 現在他們都是我們的 台灣媳婦 還有我們邀請了哪位大廚師 來教教我們呢 看吧 哈囉 我們樹娟來自印尼的 慧樹娟 在你們印尼過年的時候 是不是也都這樣 準備了很多料理大家圍著吃 對啊… 來台灣之後有沒有覺得 跟我們那邊的印尼西俗也不太一樣 有一點不一樣就是有魚 其他都一樣 除了有魚以外 對…其他都差不多 差不多 OK 好 那今天呢 師傅要教的這個菜呢 我不曉得我們樹娟有沒有做過 我們待會再來聊 先來介紹今天的這個大廚師 你好 怡姐妳好 想到本能比電視還漂亮 感恩啦 真的… 大家都這樣說 我們的這個王師傅 真的是很難得耶 經由我們這個阿芳老師的介紹 我們才能夠請到我們的這個 鎮章大師傅來到這裡 聽說啊 您是這個大論法行政總主廚耶 是 我就管理全程23家店的這個熟食客 還有協助生鮮各縣完成 上級指示的一些任務 上級指示 對… OK 那您的廚藝那是不得了耶 還好啦 二十幾年而已 二十幾年而已喔 聽說 聽說也是有奄緣的 聽說這個阿公是不是 對 我們阿公跟他們辦桌 我們萬聖的也是辦桌 萬聖的也是辦桌 有 所以造成你從小就 經常看到阿公啊 阿嬤啊 都在辦這些好吃的料理 然後就覺得很有意思啊 很有興趣 對 然後後來七十三年到來來飯店 有去學 對 還有學川菜 湖南菜 還有那個江澤的料理 然後八十年運命到日本 去當行政主廚 那個四年 在日本住了四年 唉唷 這個日本有最棒的喔 日本語啊 沒關係 我才是不少少的 OK 來 今天呢 看看我們的這個王師傅 要教我們哪一道好吃的料理呢 我們今天呢 做一個法菜會蹄膀 法菜會蹄膀 法菜會蹄膀 需要的材料有 蹄膀一個大約八百公克 乾的法菜二十公克 豌豆六十公克 紅蘿蔔八十公克 高湯兩百公克 香菜小許 需要的滷料有 紅麵醬油一百五十公克 冰糖八十公克 滷味包一包 蒜仁五十公克 蔥段六十公克 二十度料理米酒一百公克 調味料的部分 需要有雞精粉兩小匙 鹽一小匙 白胡椒粉少許 香油少許 法菜耶 法菜是一個很高級的食材 高級的食材 對… 好啦 這個要慢慢地教我們媳婦 才聽得會比較清楚一點 好 莉莉姐 我先講解一下 因為目前市面上販售法菜 我個人感覺就是說 它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假的 怎麼那麼恐怖 對 它也不是說不能吃 它因為你知道嗎 它這個東西有 它的學名是蓮竹藻 它有分海產一根陸產的 那一般以陸產的品質是最好的 那它的來源是來自於 中國的那個清康障高原 就高原的一帶的 這個一種植物 然後呢 你如果假貨的話呢 它顧名思義的嘛 法菜… 就跟你頭髮一樣那麼細 可是… 可是有些人的頭髮比較粗啊 可是呢 這個法菜 它並不是每一根都那麼細 它一樣有一些比較粗一點點的 粗一點點 對 它稍微粗一點點 對…有我們的頭髮也是這樣 有些會比較粗 對 我的很粗啊 有些很粗啊 可是假的法菜呢 它幾乎每一根都是細的 它找不到粗的 而且泡起來味道呢 就是…怎麼講 它沒有一種藻類的那種感覺 沒有藻類的味道 對 待會兒我醬給你看 這醬了一個香蜜蜜的 不是粗粗味嗎 不是… 對… 好 所以選法菜的時候 對… 也要給它很小心 對 你就用眼睛看 再來呢 是要切什麼東西 那我們今天的主材料 除了有法菜以外 還有蹄膀 蹄膏 這個蹄膀就是豬 這麼低的這個… 後腳 大…大腿的這邊 對… 比利姐當示範 這麼大 就是這個地方 就是這個地方 對… 這裡鐵骨料 這個地方 現在還要加的 這台叫做德國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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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 不是我… 然後下一個就是我們泡的豬糖 好… 對… 老師這次用冷水也對 冷水泡 冷水就可以了 冷水泡 OK 好 然後呢 這個等一下 理姐 我們先炸… 先炸 對 先抹上一點醬油來炸 抹醬油 對 抹醬油上去會比較漂亮是不是 對 因為呢 它如果說 因為你看喔 有像我們餐廳沒有的這個 滷口 滷口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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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 對啊 都很漂亮 它沒有做上色的手續 就是… 在表面上呢 豬腳表面上呢 塗上一點少許的醬油 然後醬油塗完以後呢 再用這個高溫的油 大概180度呢 去油放 對 我沒有關係 是喔 對 我可以耐到190度 好厲害喔 我是 就是說 這是焦哥說的 就是說 我是 就是目前電子上第一個師傅 用手試油溫的 這個溫度真的是很高 不要隨便洗 不會怎麼樣喔 不會這樣 已經燙到那個… 不會… 我真的不會 要怎麼練習 什麼練習 就是練習慣 師傅 這個法菜 它有什麼營養價值嗎 法菜它除了那個… 有什麼嗎 基本的這個藻類的這個… 有什麼營養 它就是它含有豐富的微量元素 微量元素 對 以前人家說以形補形 吃了法菜你就頭髮黑 有嗎 這是古代人說的方法 可是現代人分析就是它微量元素 當然啦 如果可以的話就OK的是不是 也會可以 可以的好 怎麼試 怎麼看得下來 你因為嘉莉主婦 他不能現在王師傅在用手試啊 當然 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用手乾的這個… 筷子 筑子 竹筷子 紅蜜筷子 你把它吐下去 它下去以後 它滿像起氣泡的話 那表示溫度已經到了 中高油溫以上了 170以上 180 它才滿像冒冒冒 好 師傅 但是我試不是這樣試耶 我都會這樣上菜 我都… 也可以 這也可以 就像這樣 這就很危險耶 不小心就… 這樣可能不會很高 算起來不會很高吧 算起來不會很高吧 會很高嗎 大概有170 先炸一下 不然炒回家 閃邊 因為我們最主要是表皮 要讓它好看 先炸表皮 對…先炸表皮 對… 台灣西湖 台灣西湖 那它只是那種表面 讓它脆化 讓它上顏色而已 喔 所以肉的部分 炸一點再加就好了 師傅 那個皮要炸脆脆 不是會很好吃嗎 蛤 它喔 上色 可是我們是要乳啊 對 對啊 它是要吃脆脆的啊 但是你給它炸下去 炸了滷下去 可是滷下去會變得很好吃 不是嗎 對 它會比較香 會比較香 再來呢 好 再來我們現在做滷的動作 滷的動作 換一個鍋子嗎 對 換一個鍋子 那裡面呢 一個材料 一個醬油 好 還有水 水 對 還有滷包 這個滷包 滷包就是在那個 中藥店那裡買就好了嗎 對…中藥店買就可以了 這個也不行中藥店 你這樣炒進市場 對 還有兩半店都有在賣 假如說我們不喜歡加滷包 我可以用八角嗎 八角也可以 不過八角比較霸味 還有那個… 花椒 對… 你花椒跟八角的比例要對 吃得太不容易就嗆味 那因為滷包在裡面 才可以平均分好了 那裡面有八角花椒 小茴丁香還有肉桂 對啊 因為我覺得滷包的胃口太重了 這樣子嗎 所以有些人不喜歡 奇怪 印尼應該有賣肉骨草的 那奶油… 奶油… 對…你喜歡吃肉骨茶的話 基本上你對著乳包不會排行 不會 沒有… 新加坡也有落… 有啊 印尼沒有 所以沒有吃過 沒有… 沒有這種乳包的東西 所以他們只要 你剛剛說的八角… 花椒… 對… 可是最好是把它包起來 不然那個花椒力會一個一個這樣子 對… 好…OK 那是等到水滾的再放嗎 這個它水滾的東西會比較快 快熟 師傅 我們今天很多喜歡吃的很多肉的 我們買個像醬酒可以嗎 我們就大概這家就買了 這家的… 這家的D咖不是D咖 可以 可以 你如果不喜歡吃肉的話 像阿絕嘛 阿絕很喜歡吃QQ的地方 你就買豬腳 因為這個都是肉 對…這家會膩 不過過年嘛 我吃吃沒關係 在拍一拍笑的嗎 對 我只要拍幾粒 等一下下去滷了 師傅 這菜都很大隻耶 這隻7吋 7吋是21公分而已 還有這8吋 8吋是24公分 更大 那是要切什麼用的 這個因為在廚房裡面 師傅戴的刀子 你越大隻 剩東西越緊 越好切 它比較重 是這樣子 它下刀會比較快 可是我們家一般沒有用那麼大隻 家裡面不用了 家裡面就買小隻一點 像這麼小隻 可是我這個比較厚一點 這要動起來 就是有骨頭的 用這個比較厚一點的 對 比較有力道 是吧 好 師傅 這個豬腳要大概滷多久 豬腳 如果說 豬腿 它豬腳跟蹄膀的滷的時間 會有點類似 為什麼 因為它這個是帶肉 這肉比較多 對 所以它滷的時間會 也是要快一點點 豬腳因為它是豬皮比較多 它比較厚 它比較硬 所以它滷製的時間大概是 一個半小時 是最適當 師傅 為什麼不用先燙 燙的話 因為我之前有洗得很乾淨 你如果燙過的話 有時候我… 沒有沒有上色 沒有 我今天我是家庭主婦 我不想用炸的 我可以用燙的 燙過以後 我就直接下去滷 我今天是餐廳的做法 我會燙一下 先炸一下 再用熱水稍微沖一下 讓它油的成分稍微滷 少一點點這樣子 可以了 可以 以如果說要餐廳的做法 它這個配頭 它要經過爆炒 這些 腸 蒜頭 它要經過油鍋下去炒過 讓它味道更香 我們今天不爆炒嗎 我們今天是做屬於 讓家庭主婦會比較方便 好 所以要不要爆炒就看個人 對… 其實你只要滷爆料的這個 味道下得夠 醬油下得夠 基本上不用爆炒也很好吃 也夠香了 師傅 但是我不是這樣 我就是把煮酒 燙熟以後 我要煮出全部給它上去爆 爆香再加油 也可以 這樣嗎 可以 對 燙過之後再把豬腳再炒過 這些東西先不再炒香 豬腳也炒過 可以 不過你的感覺會怕 那個會比較油膩一點點 油脂燒會比較多一點點 所以我們的師傅是把它 炸過之後把油分用沖出掉 對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這個滷包帶有沒有 王師傅的建議就是說 因為它外面是乾燥的 對 你最好用水沙泡一下 讓它吸收水分以後 一旦都會漏的時候 像如果說味道比較容易散發出來 是這樣子 我們一般都想說 就直接讓你 給它丟下去就好了 對 其實如果泡過的話 味道會更容易出來 這樣子 對 因為它已經有水分了 水分跟水分接觸起來 遇到熱的時候 它的味道就造出來了 那會泡多久 稍微把它壓直 壓一下 可是這樣子不是它的那些 那個都已經烤掉一些了嗎 對 所以一些灰塵跑出來 對… OK 好 來 我們現在下調味料 做米酒 米酒 師傅 加米酒是不是比較快爛 加米酒是為了要去微微的腥味 所以我要炒醋米 對 肉品對不對 多少都有炒醋 然後呢 這是什麼 番茄醬 番茄醬 它是屬於上色用的 這是什麼要加番茄醬 它會露起來比較紅的紅的 對 可是不要加太多 加太多它反效果 你這滷起來吃會酸酸 對 所以只要一點點 對 就像裡面塗口紅一樣 如果阿娟今天口紅塗得很紅的話 就是不好看 是 說到這個一點點到底是多大點 像我們 譬如說一般家裡的湯汁 我們現在滷在就這樣子 差不多平的 差不多一湯匙這樣就夠了 對 這個米還有冰糖 對 冰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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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個嗎 這個是細糖 那是鹽 對 師傅您習慣得照青菜八八就夠了 我們沒辦法 對 差不多一瓶匙嗎 等一下再那個 等一下再說 師傅 這個你只要一般的口味 我們要吃甜放多 不要吃很甜就放少嗎 我們現在 因為我們要處理人道手續 我們現在第一道手續 就是把他滷熟 現在味道吃進去 可是我們等一下滷好以後 我們要來加工 就是說我們要做那種 餐廳的大菜 它滷好以後上盤子以後 我們來掛芡汁 其實掛芡汁就是像淋那個醬汁 所以這個時候只是一點點的 只要讓它吃到肉裡面去 好 這樣放下去呢 滷的時間也要經過一個半小時 您剛才是說一個半小時嗎 對 不過呢 我們今天有帶一個半成品 師傅 這個就不用說了 我也要讓我們 還要師傅趕快吃到 趕快能夠吃到這樣子 剛才 麗姐已經把我這個碗豆片了 對 這個碗豆片快的時候都涼了 對… 那就很方便了 好 再來 再來 因為有綠色就要有紅色 紅色這個紅蘿蔔它只做個配角 可是因為我們要做出那種 練習那種感覺 所以它做一點加工的動作 可是這個 對我們家庭主婦來講 是很危險的動作 這個 對啦 如果說 莉莉姐妳怕危險的話 用膠袋 會用膠袋 對… 如果是要把這個皮削掉 就用那種剝… 那個叫什麼 拋刀 對… 因為我現在是要把它 把它弄成一個圓柱形 做一點小花的動作 還要做小花 說實在的 其他顆掉那個也是很浪費 其實這個 這個不用丟掉 這個裡面豬腳 妳要煮的時候放一點紅蘿蔔下去 味道反而要更好 因為紅蘿蔔有甜味 來… 來 吃吃看 豬 那皮可以吃喔 皮… 這個皮可以 因為我們有洗過… 其實一般像我現在來講 我紅蘿蔔煮的時候都不削皮 我就是用那個把那個 洗一洗 然後加不好的地方削掉就好了 其實很多的植物 它的皮的… 對 淡壓的皮 對 這樣很好吃 所以有水果也是 水果 對 還要再放嗎 夠多肉 好 太多也不好 適量就好 那個味道有提味出來就可以 但肉給它轉紅蘿蔔的比 就聞不到蹄膀香嗎 對 那就弄巧成爪 好 好 再消圓一點喔 好的 又可以吃好 我喜歡吃一個 那面的 就是要吃一碗 我可以吃 whatever 我可以吃就不吃 那邊的 有菲萝 我可以吃 我可以吃 黑肉 那邊的 配合 可是 我可以看 那邊的 再削圓一點喔 對 這真的是在考驗我們的台灣媳婦 回去我看我們如果要練習到好 可能紅蘿蔔不曉得要削掉幾條 因為不過圓 再不過圓 然後越來越削就越來越瘦小 對 OK 好 稍微 再刮 刮一點點 好 然後把它打一個 對 師傅 你剛剛要削這個圓 有沒有人去研究開發 就是有一個 模型 對… 整個這樣子下去出來就是圓的 如果說阿娟怕手會切到的話 你可以拿那個模型 有那個模型可以買嗎 有… 現在那個模型很便宜 它一組它不會超過100塊 真的喔 對 它大中小 你可以買那個回來 來壓 比較安全 對啦 要不然真的是滿危險的 對 不過說實在的 如果說我們家裡 不是那麼的講究的話 也不需要刻得這麼的圓滿 我們只要有造型出來就可以了 對不對 對… 所以當然 我們怎麼跟大廚師比呢 這個是幾年的功夫下來 對不對 你說對不對 對 你說對不對 對… 你有沒有說你怎麼說 都怎麼對 OK 好啦 這樣就一朵一朵的花就要出現了 對 一個輪狀的花 很簡單 好 輪狀的花 對 好 沒錯啦 這樣子看起來會感覺更開口一些 漂亮 小心啦 師傅再見 你的手不要過去 好 好 OK 來把我們裝起來 好 好 這個是 在那個炒菜啊 立姐 對… 這個當然是要留起來炒菜沒錯 對 怎麼可以丟掉 這樣子浪費不行 好 好 這個碗燉就這樣整片 碗豆 如果說再細工一點的話 要燙嗎 要稍微…對 要稍微過一下油 再過一下油 對 比較漂亮喔 讓我們把切斜片 這樣就有一點點的造型跑出來 對… 師傅這個火不需要弄小嗎 好 來… 煮一下 對 一直大火滾不是 對 好啦 這個法菜 立姐 因為它現在跑起來 它結成很長那種狀態 要稍微… 剪一下 對 再剪一下 來 再剪一下 OK 師傅 過年一定要吃這個法菜嗎 法菜 法菜…就是發財… 對… 把它多吸一點 我記得我吃過法菜… 把菜是勾勾的嗎 那什麼 對啊 就是勾芡這樣子 勾芡 那煮什麼 它加海鮮喔 它煮羹類 譬如說我們吃… 海鮮羹啊… 海鮮羹啊… 或豆腐羹啊 都可以加這個 好 這大概煮… 煮多久才會去用這個 這個喔 我們現在呢 因為… 時間的關係 就是說我們的這個 半生餅的稍微也… OK… 也差不多了 OK 偷看一下… 雖然這個是半成品放下去 我要試試看 看夠… 夠不夠爛 感覺好像很Q喔 很Q 要上一點 再把它上一點 好 所以呢 可以在家裡自己滷 也可以滷得這麼的美 好 師傅你還要切其他菜嗎 好 切什麼 對 它接下來 我們現在沙拉在這個配桶 來做一下這個… 對 淋醬的部分 淋醬 對 我們這個鍋子 留一點少許的沙拉油 然後加熱完以後呢 把這個蔥段 下去爆香 下去爆香 師傅不用再薑片喔 薑片喔 有薑片最好 對 不過我們這個裡面已經 滷的時候已經有放 滷包裡面 對 已經有 對… 因為我們今天所用的食材有沒有 它沒有搭配到海鮮的部分 如果沒有什麼蟹餃 蝦仁 那就絕對要放薑 對 而且如果的薑下去 除非薑片爆一半再拿起來 要不然你在吃的時候 因為跟這個一起會去咬到薑 對 那口感稍微 遜色一點點 對 公民啊 遇到情 等人來疼